各位同学大家好 请看感应篇第六十一段 这是过报的第四个段落 沙森之物 飞是飞鸟 走是受累 智是还没有出生的小动物 气是气息 像鸟气息在树枝 瘦气息在洞穴 这个伤太破暖了 太时走瘦 暖时飞� 沙森 古圣先亡 打猎的时候 亡开三面 这是仁慈 绝对不是把这些禽兽一网打尽 那个行为太残忍 现在王开三面 人 一定要有 慈悲心 决定 决定 不要杀害 任何 动物 我们自己 慈悉 除地的 想象 别人 伤害 我的时候 我们 心里 是什么滋味 别人 杀害 我们的 亲属 甚至杀害 我们自己 身体 决定 是 怀着 深仇 大恨 报复的心理 永远 不会消失 学佛的人 都明了 人不是死了就完了 如果死了就了了 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现代的人 迷信 过去 说信仰宗教的人 是明信 这个话 实在是 太武断了 我们 冷静思维 这个话 讲不通啊 佛告诉我们 这是真理 一切法从心 想神 你心里面想神 他就由神出现 你心里面想鬼 就由鬼出现 一切法从心 想神 心想 有十多的念头 我们自己 都不能够觉察 威胁的念头 从哪里来的呢 无量界 也来 累积来的 佛给我们说的好 阿赖也时 就像一个仓库一样 无量界来 一滴念头 通通在里面 乐下了种子 种子 欲缘 就其现心 非常威胁 受法界 受法界从哪里来的 从心 想神 我不想 有没有这个事实呢 还是照样有 我不想 是我现在 没想 我这一身 没有想 前身 又没想 所以现在人 迷信 科学 不相信 天地 鬼神 的 报应 而实际上 在西方世界 鬼神 报应 的事情 我们常常听说 常常在报纸 新闻里面看到 他们也报道 说这是科学 不能理解的 科学 不能理解的 事情 多了 这就说明 科学 并不是万能的 科学 还没有达到 究竟圆满 今天还在摸 科学 还在推测 知识的领域 是没有编辑的 今天 科学的成就 是有界限的 不仅是佛法 所有的宗教家 都具有真实智慧 许许多多宗教家 都有相当深度的定工 虽然 他不时向禅宗盘腿面鼻 他心地清净 清醒寡欲 对于世纪 明文理 无欲六成 看得非常淡薄 这种人 就有定工 定是清净心 清净心 就能够 突破 时空的障碍 六道 六道里面 他能看得到天道 他能看到鬼道 他能够看到地狱道 这是什么呢 时空的围次 突破 功夫越深 突破的层面 越大 越深 越广 深广 无际 佛法的书身 佛的定工 达到究竟处 时空的围次 破镜了 佛告诉我们 这种功夫 这样的间接智慧 不是他独有的 他也不能够独占 他说 一切众生 皆由如来智慧得相 佛法将是平等的 问题 你现在的心是乱的 只要你能够恢复平静 也像他一样 清净到极处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就明了了 所以佛菩萨给我们说的 你看 都叫我们去证明 证实 我们可以证实 他说的不是假的 怎样证实呢 熄灭探成痴 情修界定会 你就了解 四十真相 了解六道里面 英国报应 孕运相报 没完没了 人 不但不能杀害众生 借经上常常劝导我们 脑海众生 都不可以 无意上去不可以 后宽有意 其心动念 都有报应 善因善果 物因窝报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自自然然 他就断窝修善 人生的世界 上古时代 他们就懂得 选择居住的环境 生活环境 什么是好环境 艳于常讲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这是我们选择 生活环境的指标 哪个地方是好环境 人和 这个地方的人 活木 这个地方的人 活善 这个地方的人 仁慈 不伤害众生 前些年 我出到澳洲 听说澳洲人 爱护动之物 修路 要砍树 就修公路 要砍树 看到树上有鸟窝 这个树就不能砍 要等鸟长大 等它飞走 再砍 有的时候等好几个月 我们听了深受感动 其他地方好像这是公家的工程 哪里估计这个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观察 你就晓得 那个地方人的爱心 对动植物尚且如此 那何况对人 所以这个地方是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我们选择生活环境 选择居住 第一个条件 人和 这个地方的人 非常善良 非常 红木 在虚空发界里面 人和 达到至善 祝福都赞叹 给我们介绍 西方基督世界 祝上善人 聚会一处 西方基督世界的人 上善 不是普通的善 我们要想生到西方基督世界 直接想想 是不是做到了上善 如果做到上善 那就是四十八愿地 十八愿价 顺念一念 必定往生进度 如果不是上善 齐心动念 还是悟念 严于造作 还是悟行 自私自利 贪嗔痴慢 这样的人 念佛 一天念十万声 也不能往生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古来祖师大德说的 人家讲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寒泼喉咙也忘然 所以 无量寿经 往生的条件 说得很清楚 上品 中品 下品 三倍往生 上中下三倍 都是说的八个字相同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八个字 就是 知予知善 什么是菩提心 菩提心是真正的善心 观无量寿经上 世尊给我们讲的菩提心 至诚心 真诚到极处 我们有没有发这个心 要用这个真诚心 对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五 决定没有欺骗 这是真诚啊 决定没有虚伪 身心 身心 身心是真诚心的自受用 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 立一切相 才是身心 古人有解释 好德好善 这是神心的 什么是得 立一切 妄想分别 执着是得 什么是善 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利苦得罗 是善 有这个心啊 第三个 回向发愿心 要把你的善心 善心 落实 落实才是回向 发愿回向 没有菩提心 一向专利 也不能往生 往生的条件 你只具备了一半 你还缺一半 你怎么能往生 那么换一句话说 菩提心去输了 就决定有资格往生 后头为什么还有一项专利 你要不一项专利 我有这个资格 我不想去 那也没办法 所以发菩提心 你的条件知足了 一项专利 我愿意去啊 我有条件 又愿意去 那当然就往生了嘛 因此 偶叶大师在药节里面 给我们说得好 能不能往生 全在信愿之右 信愿就是菩提心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真正的条件 真正的条件 菩提心的 平位高下了 那在念佛功夫的 浅身 他这两句话说得好 真正发菩提心 真正发菩提心的人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依照慈云灌顶法师 教给我们 圣念法 就可以了 早晨 早晨 念 神 灌顶法师 教给人的 一念是一口气 一口气里面 佛号不拘多少 念是口气 这个时间不长 晚上在睡觉之前 也修神念法 这个人 决定完顺 符合 经典里面的 教导 不间断 每一天都做 一天不缺 一生不间断 这个神念法好 时间短 一念佛的时候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我教给同修的 用的神念法 是十句佛号 更简单 更容易受持 一天修九次 有十许多多同修 用这个方法 这对于工作繁忙的人 不耽误他的工作 效果 很殊胜 这都是说明 发心 重要 我有发心念佛 才能往生 要断 我修善 知道 什么是我的根本 什么是善的根本 会修的人 从根本修 根本是心 是一个善良的心 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真诚心 慈悲心 这是至善 以这个至善的心 对一切人 对一切四 对一切无 那就要修一切善 所以 对于 不但是动 因为植物 都不可以伤害 佛家 《戒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亲近比丘 不踏僧草 草长得很陌生 你从它上面经过 踏踏 你是不仁慈 你没有慈悲心 花开得很好 你把它 折下来 没有慈悲心 所以《戒经》上 告诉我们走路 有路 一定要走路 不能够坐这草地上 除非这个地方 你必须通过 有没有道路 行 这个是有开源 如果这个地方有路 你在踏僧草 你就破戒了 你就伤了慈悲心 这些威戏 小小戒 几个人还记得 几个人还能遵守呢 草木上去爱护 那动物哪有不爱护的道理 我们今天采取硕士 这是大善 不跟一切众生结缘仇 可是不是在饮食的时候 有意无意 还要伤害一些小动物 还要写一些动物的时候 生烦恼 我们立刻要警觉到 这是我们的过失 知道忏悔 知道改过 这样就好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所谈